買不到BLACKPINK 只能用五月天彌補遺憾 你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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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你覺得 你那個字那麼大我看不到嗎 因為你這樣嗆我們就會點你嗎 不點你 讓你繼續遺憾 對啊 老師要聽什麼 爆肝 喔 你們都要這樣 聽真的嗎 爆肝我們不只現場沒有唱過 而且 我們連討論演唱會的歌單的時候 他都沒出現過 好啦 那來啊 爆肝 什麼Key 爆肝什麼Key 爆肝 誰寫的 你啊 葛大維寫的是嗎 不是的你啊 可以嗎 阿嬤髒話 阿嬤髒話 師傅 剛剛前面那是電吉他你知道嗎 Distortion 就破音的意思 這樣加加加的 反正我現在弄這個你要我彈那個 可以啦 可以啦 我崩潰了我可惡 他剛剛真的髒髒 歡迎大家來到五月天的諾亞方中 高雄五線放大門 因為我們團呢 這個我們的門面擔當呢 靠瑪莎是不夠的 是 他是 他是我們的盲內也是我們的門面這樣子 照理講他是站C位的 是這樣子嗎 是 你來這裡吸一下快點 吸什麼 C位 你這個太高級了 A B C A B C的C Center 的意思 對啊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Side位 兩邊嘛對不對 Side 你才Side跟Side 跟你Side 不是我們在 我們想要就跟上Side 要有一些新的名詞 要輸入一下 不是你這個如果傳到那個 韓流的粉絲圈他們揍你一堆 對不起 澄清澄清 只有五月天這樣用 對只有五月天 我跟怪獸我們都站賽位 因為這幾天呢 五月天在這邊 被你們挑釁的也夠了 現在我來挑釁你們 我一隻手一隻腳讓你們 等一下 來 這裡就不對了 是嗎 你不能來強硬的 因為我覺得今天的觀眾呢 是感性的 今天最後一天嘛 大家心裡都有點不捨 那沒問題 你不能挑釁 我好 我不用挑釁 你要挑逗 我知道我換個語氣說好了 好喔 來 各位朋友 今天就讓我來挑釁一下你們好嗎 挑釁一下喔 等一下 這不是挑釁 我禮貌的那一種 這是挑釁 喔 真的喔 好 原外 那就用言語 我單隻手單隻腳來挑釁你們 很難聽耶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單隻手單隻腳挑釁 他好像色情原外 對啊 讓我們歡迎 亞洲情人 任賢群 你們好嗎 謝謝大家 每次看五一天的表演 我記得那時候在巡迴的時候 然後他們在台上那種熱情 但是又害怕家裡知道 他們在表演 每個人都把帽子壓得很低 有一次 阿信明明我們在花蓮表演 對 他媽媽打電話來說 阿信你在哪裡 我在士林逛夜市 我馬上回去 你怎麼把這一段講出來了 有有有 而且我媽可能又來 姓媽媽對不起喔 那當年是我帶壞他們這樣 那都是齊哥 讓我歡迎 大家好 我們是 我們想在台上 正式邀請師兄來參加 小巨蛋演唱會員 我跟你講 如果是一般人的話 我們就會說 再考慮 再考慮 看時間 如果告五人的話 我們就會說 NO 比較直接 為什麼呢 不是嘛 其實樂壇裡面有多少 五人的團體呢 是 你們 怎麼就是要告我們五個人呢 我們再唱一首歌好不好 是 這也是算是告五人 第二個人生里程碑吧 是 等一下 你們有問過五月天嗎 你們在這邊放那麼多里程碑 我們等一下走路不小心 踢到怎麼辦 不會 五月天唱告五人的歌 有確定是要唱我們的歌 有啦 有確定是好 是吧 沒有要改 馬上換歌 本來要唱好戲的 不要叫 等一下他們不會唱 好啦 今天晚上的音樂扭蛋機 點歌時間 又到了 怎麼樣 在怪獸選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來 舉高就是你 買不到Blackpink 只能用五月天彌補遺憾 你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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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你覺得 你那個字那麼大我看不到嗎 因為你這樣嗆我們就會點你嗎 不點你 讓你繼續遺憾 對啊 你那個是 用彈珠台然後來決定 我會唱哪一首歌嘛 對不對 好那 你找一個人幫你拿著那個彈珠台 好那你來用 好 攝影機拍一下他 荒謬的舉動 又扭人家 不是 又扭蛋又打蛋 對啊 你把我們的歌當香腸嗎 來 哪裡 沒聽到阿信叫我嗎 沒聽到阿信叫我嗎 好啦那你選一首歌嘛 彌補一下你的遺憾 我看歌裡有沒有寶貝 你要寫出這一張尺利 錯錯錯 好啦 那你做一件對的事嘛 來挑一首歌 快點啊 對啊 不要鬧了 不要鬧了 又快錯的話 另外一個錯 我看 還是錯錯錯 出題的錯錯 出題的錯錯 好詩 你是要寫好帥 還是真的要寫好詩 還是我們比帥又更多了一點 沒有是我們的帥有極限 有個蓋子 蓋子 蓋子 蓋在頭上 好詩要聽什麼 爆肝 你都要這樣 聽什麼是 爆肝我們不只現場沒有唱過 而且我們連討論演唱會的歌單的時候 他都沒出現過 好啦那來啊爆肝 什麼氣 爆肝什麼氣 爆肝誰寫的 你啊 葛大偉寫的是嗎 不是人名啊 可以嗎 他媽髒話 你看 他媽髒話 師傅 沒收購就罵髒話 沒有人這樣的啦 真的沒有人這樣的啦 你知道那前面那是電吉他 你知道嗎 那Distortion就破音的意思 這樣加加加的 我現在弄這個 你要我彈那個 可以啦可以 可以啦 崩潰了我可惡 他剛剛真的罵髒話 你也真的把五月天逼到絕境 我覺得這對五月天的 其實用心呢 然後其實五月天看他眼裡都很感動 雖然說 我們都就是常常講話笑你們 但是我們心裡呢 其實呢 也是覺得很好笑的 不是啦 我們心裡覺得暖洋洋的 對不起 今天是怎樣 他自己講到自己笑死了 是我覺得他們很可愛啊 因為 真的有很多很想點的人 出很多怪招這樣子 然後 真的很感謝大家 然後 希望 未來的 不管 一年兩年三年 或者是另外一個 二十四年 五月天 都可以用五月天的音樂 好好的照顧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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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а shout out to